大家好,我的名字叫Freedom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这边可以下载很多的动漫人物 就是这个 我把它复制这些网网址我已经放在视频的下面,description那边你可以直接去点 就在这边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搜寻 我点下去 这些都是可以下载的 不过我们主要是要做我们的动画做我们的动漫 我们要有商业用途的 这边就有一个filter 可以过滤 这边点下去 把它打勾 这边可以不可以下载要选可以的 能不能使用它 可以的 然后是否能够用作商业用途 我们要把这些找出来 这边全部跟他打勾 commercial use by individual 个人使用商业用途 这边点 然后 attribution 是否 是否要去注明这个出处和来源 作者的名字之类的 这里也跟他点下去 不需要 然后点击OK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下载 我就做一个示范 比如下载这个 我右键open in a new tab 就打开一个新的 这边几秒钟过后3D模型就会出现你可以在这边先预览 又或者你也是可以直接拉到下面去下载 给先预览一下 如果觉得满意的话就在下面这边 点下去 这里打勾 这个是可以做商业用途的 作者已经允许我们这样子做 就按下载道路 下载下来是一个比较人的文件 比较人的文件 现在为了方便做示范我把他 放到桌面上 所以看清楚这个是一个比较人文件 3D文件就就是这个 可是我们要怎样把他导入blender 首先要下载这个最新版本的blender 就在这边下载 2.83 然后呢 下载之后 你就把它安装进去你的电脑 那接下来你还要安装另外一个插件 这个叫做 Gltsblender importer 就在这一个网址 我复制 下载就在这边 给下载就在这边 你下载下它是一个基本件 下载之后你要把它解压 我现在已经下载好了就在这边 我把它解压 Extract all 然后Extract 这样子解压它就直接解压在桌面上 我暂时关了这些 已经解压之后要把它安装到blender 做一个插件在这边就 搜寻blender 右键 Open file location 这边你就会直接看到它的那个快捷 又再多一次右键 Properties 然后去点击这个Open file location 它就会直接进到这个位置来 在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点击2.83 打开这里 然后呢 你已经解压了那个文件夹就把它打开 好了 就是在这一堆我后退一个 把这个资料夹 复制 Copy 然后把它 粘贴到这里来 这个我已经是粘贴好了 就在这边 总之把它复制过来就对了 哦我还没 所以我就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就控制 然后控制 好了现在我已经把它复制过来了之后呢我该怎么做 之后打开 这三个东西我把它删除掉 我检查一下 就点击Edit Preferences 就在这个 这边 这里查找一下 Gltf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 Import export Kerson Gltf 2.0 Importer 这边你一定要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就表示说你已经可以使用这个插件 然后这个就关掉 要放 发 Import 这边你应当可以看到KersonGltf2.0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 那个动漫人物的3D模型就在这边 我们把它改改名字 右键 Rename 把后面的这个Extension跟他改成GLB GLB OK 所以现在他已经变成GLB文件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GLB 那就表示说 你并没有打开那个可以看到他的Extension了 我就示范一次给给你看 你只需要去打开任何一个资料夹 在View这边 点Option的图标点下去 View 你要确保这个不要打勾 如果你打勾会怎么样 那么这些文件你就看不到那个Extension 那个点GLB之类的 所以这边你确保不要打勾 这样子你就可以分辨的出他到底是什么文件究竟是FBIX还是 OBIZ还是GLB 这个很重要 好居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我就可以开始导入 8 Import Import 这个 我们选桌面了因为这个这个3D在桌面 然后就点双点他 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完全导入了所有的那些面部表情和骨架都是完整的 就连他的Texture也是有 整个3D模型都都已经导入了 OK这个就是整个那个流程步骤 我刚才我们下载的这个地方呢 这边至少你还可以再继续的收更多 这是一个一个跟他点下去比如呢 我点这个男性 他很多但是记得你要去点这个fielder 把他全部打打勾 这样你才能够 专门只选那些作者同意给你做商业用途了 你就可以可以免费使用他 用来做自己的那个3D动画 好这些全部都可以用 他实在是太多了 至少都会超过1000个 这是我的我的估计应该会更多因为无时无刻 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他上传上去 那如果你要选择设计自己的呢 这些已经被人上传到这边的已经不能够被修改了 但但你也是可以设计你自己的人物 就是用这个VROID Studio 这边的每个动漫人物 他们都是用VROID Studio来设计的 就是这个 你进入这个网址去下载 下载了之后你也是可以设计你自己的动漫人物 我已经下载好了 一开始他是 他是一个 一个压缩的文件一个集包 现在我已经解压了我可以直接用 那这里我也顺便做一次示范 如果如果这个是要重新开始这边已经有一些你能够继续 去改去更改他 现在我干脆重新开始 比如说我要设计个女性角色就在这边 然后首先是这个脸部 脸部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吗你可以去去调整你的脸部的 每一个结构 眼睛的距离啊下面继续拉下来 很多东西都可以去调整 脸型耳朵 那作为示范我这里就什么都不做更改 右键的话就就可以转动 而中间的来滑鼠中间的那个你的可以就可以拖动整个 第二就是做头发 一开始是光头 然后我我就按这支笔 这个是brush 我就可以开始去去给他增加这个头发 OK你们看一下这个网 这个像网这样子的东西 就说 每当你把这个头发这样子扫下去的时候他就会自然顺着 顺着这个模 而头发最多只能够长度达到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头发的长度的话你就要去点这个 然后你看到这些一点一点的你把他这样子拉下去 那头发的 极限长度就可以被调整 而整个头发的那个形状也可以被调整 他整个像网一样的东西就就是那个头发的行 如果你 做了某一步觉得不满意的你还可以 把他倒退回去 暗度控制 把他暗度回去 然后我又再再继续的 去踩上他 而这座头发这边你也是可以选择那个头发的 粗和细 比如说我要这个头发细一点 那现在我我扫他的话就 就是比较细了 而我要他出他就出 就在这边调 我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 你可以去 去选择你想要的 比如说这个是卷法 一开始应该是零 这边总之就是把这个头发涂到满不要不要留下任何一个空间 这边你可以设计你自己想要的发型 如果某一块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选择 这样子把他点一下 然后在这边找 他到底是哪一块 这块是吗你就 右键把它删除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又在再继续把他填到满 这块这块我不要 点一下 右键 单除 我可以做一次放我这里子其实就只是随便 随便做 当你真正的认真的要设计你的人物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非常出色的发型啊形状你怎么都可以调整就在这边 那当头发也满意了之后下一个就是 身体 身体在这边你一样也是可以什么都去调他 脚的长度啊头的头的大小也可以去调 这里太多东西了就连 就连胸部的大小 是否前途后翘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去调 那作为示范就点到为止 这边还有很多啊手部啊 胸部腰围啊之类的 你要他做小蛮腰还是 还是肥婆呢还是什么 身材是什么什么身材都可以调的 全部都在这边 就在这里 然后下一个就是衣服 衣服这边有有几种选择one piece 过后那个你还可以去更改他 还有很多可以调的 然后下一个这个你不要管他 当你觉得这个这个人物你已经满意了那你就可以去把他导出 Xport 这边点一下然后等几秒钟 这边还有个X4你把他说出去 点了一下然后这个点 点击这里 Xport 这个直接点OK 然后我把他导出在桌面上导出的一样也是比较 这个就 格几肉丸 做一个示范 我把他存在桌面 他就会出现在这边 好了现在已经好了这个比较文件我们一样也是要把他的 Extension改一改改成 GLB跟刚才一样 右键然后 后 重新命名 把这个Extension改掉 变成GLB OK 那么这样子你就可以导入blender了 这边我重新开始 发牛 Gener 我不要保存刚才了 那这些我把他删除掉 现在我要导入这个同样的方法 包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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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这边 桌面 这个是我刚刚自己设计的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点击这边 好了这些股价都是完整的 面部表情也是全部都 都跟着那个莫非一起导入了 就在blender什么都可以做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可以到下面去点击那个订阅 同时你打开小铃铛这样下次当我发布新视频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就会收到通知 我们下期见 请按下期订阅 点击 按下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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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